永利皇宮的出品都令人期待 它的永利扒房SW Stickhouse就是其中一粒醬 環境燈光都很好,吃的過程之中 每隔半小時還有小劇場表演可以看 好花心思 食方面,它的餐前麵包可以說是全澳門最好的頭幾名 很軟綿,配上它兩款香滑的牛油 的確是令人回味 加了麵包,還有每次不同的開胃小吃 當晚是白蘆筍 吃到很多層次的味道 每樣都剛剛好 白蘆筍有淡淡的甜味 又吃到少少蔥的香味,魚子也很淡 南旗吞拿魚 這一味有少少失望 醬汁好像是蒜蓉草 非常之腸味 而吞拿魚的口感又偏軟 加上豆蓉,淋上加淡 好香 亂葉生菜沙律 這裡是我們重複又重複地叫的 焗雞肉煙香味非常厲害,很香 同一款菜式每家段時間都可能有少少不同 今次應該採用了Dedamon芝士 用Girol刨花刀 然後把芝士刨成一朵又一朵的花 不只賞心悅目 還非常之香滑 跟菜很配,味道很配 阿佛比木魚 魚肉很實 是實到刀都難切入 醬汁混合魚子和沉魚子 很棒,很香濃的紅蝦味 很香濃的紅蝦味 而青瓜花裡面就養著了魚肉 跟實淨的那邊的魚肉不同 這個餡是很柔滑的 又有另一番滋味 可惜就是太精緻了 作為主菜份量好像不多夠厚 蘋果木分厚切牛柳 黑鞍隔絲牛 我們是三個人分 每個人都有蔬菜和薯蓉擺盤 牛肉按盒給我們拍照後 再幫我們切買 由此可以再次見到永利扒房的用心 小便緣 叫作醬汁 阿佛比安 在法國菜裡面算是最短跪的部分 在一隻牛只能切多磅 的笠 Abby Mayle 的中段 全澳門都沒有幾間可以買的 這裡的肉煮得很嫩 因為一點肥肉都沒有,但是完全不粗糙,咬下去有好香的肉味 而且少少血水都見不到,高質 相比起之前我們在另一間澳門的著名扒房吃,resting也未夠 滲出血水,用多漂亮的材料和環境,作為頂級扒房絕對不合格 而這裏就細心很多,用心很多 甜心椰菜,甜心椰菜比較少見,不過調味太濃 未吃得出是本身的甜還是調味的甜 而上面的應該是豬皮,很脆,整個菜好吃也有特別 不過是好油好膩,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其實到這裏已經飽到不得了 但為了令到當晚更完美,我們也叫了甜品 是SW大溪地雲尼納火焰雪山 不叫這類型的甜品,都會擔心是好看不好吃的 但幸好比想像中好,尤其是深的位置有荔枝清香 而半碟的rasberry cake也有水準 馬德蓮也很香,飽到上心口都吃光 還有可能當晚是母親節,最後竟然還有得選小點心 一看到整個珠寶盒就很開心了 那一刻已經飽到上天靈階了 但還是每樣都想試試,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心態 最後我們幾個人選了核桃朱古力塔,熱情果馬卡龍,焦糖朱古力,烤香豆朱古力,和土味朱古力 我們吃完之後最推薦都是馬卡龍,和土味朱古力 其他其實都蠻好的,可能因為太飽了,所以比較想吃清新的東西 永利扒房是每次去完都覺得物超所值的地方 甚至可以說是澳門扒房的頂端 食物有水準,又有節目可以欣賞 每個細節都可以感受到對客人的用心 每樣都滿分,相信很多人去過都會愛上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也喜歡我們的分享內容,請你們訂閱和給我們一個like 拜拜 請多多多點載